为持续与实际行动展现对美国经贸关系的重视 中华民国再度组成2013年农产品贸易友好访问团 9月10日下午 他们和美方业者在美国国会山庄 举行采购意向书签署仪式及欢迎酒会 联邦参议员Deb Feature 以及Ed Royce等12位联邦众议员亲自到场 见证签约仪式并致欢迎词 台湾 in 2012 was the 7th largest agriculture export market for the United States in terms of per capita consumption we ranked number two in the world only next to Canada moreover, Taiwan is the 6th largest export market for the U.S. corn, soybeans and wheat we can probably say that we are one of the best examples of by American 中华民国驻美代表金普聪大使在致辞时特别指出 农坊团是提升台美坚实关系的最佳例证 更是中华民国政府促进两国经贸实质合作关系的最具体承诺 在金普聪大使主持及国会议员见证下 台美双方业者代表分别签署了玉米、黄豆和小麦采购一项书 道场管理的美国参众议员致辞时都十分感谢农坊团的到访 并认为此次采购金额庞大将可有效提升美国农产品出口 并增加美国民众就业机会 我们在一起和你的国家和我的国家 我希望它继续增长 谢谢你非常多 我曾经在 Kaohsiung 我曾经在港口 我曾经在港口 我曾经在工程中 我认为它很重要是在台湾的未来 如果我们能够认识业业业业业业 议员们还表示将持续在国会中为中华民国发声 呼吁美国行政部门继续强化台美关系 提升双方在经济、文化和教育等方面的合作交流 签字仪式结束后 举行了欢迎酒会 共有一百多位宾客到场 气氛友好热烈 今年是自1998年以来 中华民国政府第九度筹组农坊团 并分为黄豆玉米分团及麦类分团 农委会副主委陈文德担任总团长 我们来了22个团员 预定跟美国采购的玉米的金额 大概18亿美金左右 黄豆大概是16亿 小麦大概5亿 加起来将近40亿美元 那是未来两年我们采购的目标 在结束华府行程后 黄豆玉米分团将前往爱荷华州 明尼苏达州及密西根州 而麦类分团将前往北达克他州 蒙大拿州及爱达河州进行访问